阿里巴巴集团在1月底的时候 因为股市下跌的关系 导致了市值蒸发了230亿的美元 与此同时 假货风波还在不断的上演当中 在纽约已经有7家律师行 已经集体的提出诉讼了 而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 知名的刘龙珠刘律师 来到我们天下新闻 和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阿里巴巴集团假货风波 还有市值蒸发的事实 刘律师你好 你好 先跟我们讨论一下 现在目前为止 您是华人 这个整个华人的市场里面 唯一一个律师 对所有的华人 对阿里巴巴提出集体诉讼的 为什么您要对阿里巴巴 提出这个集体诉讼呢 我觉得第一点 就是说我的客户 因为投资阿里巴巴造成损失 那更深层次的原因 深层次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的投资 是由于马云及阿里巴巴其他高层 有一些不死或者误导性的言论造成的 那么由于他们的不当言行 所以我们已经正式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说 OK 其实您刚刚提到了 马云还有中国的监管局 对于所有的投资户 有了不正当的误导 这个不正当的误导是什么呢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说马云在美国上市的时候呢 他递交的招股书里面 没有提到说他在去年7月份 跟中国工商总局有个行政会议 然后提到的阿里巴巴存在了很多问题 那么我个人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必须在招股书里面提到 但是他没有 但是还有第二点呢 就是说后来呢 在今年1月底的时候呢 马云跟工商总局又发生这个事情继续升级 工商总局颁布白皮书 然后呢工商总局表示 这个白皮书呢 是7月份行政会议的一个记录 但是很快呢 白皮书又被撤下 链接没有办法打开 所以呢也引起股民及大众的好奇 究竟这个戏剧化的变化的背后 是什么事情呢 隐藏了什么样的事实 我想这个是所有股民 或者投资者有权利是知道这些事情的 对不对 那可是其实在纽约 已经有了这个集体诉讼的事实了 而在加州当然也有 您是完全一位 就是唯一的一位 针对华人的所代表的这个律师 那所谓集体诉讼 它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集体诉讼呢 它本质是说 如果呢有大批的受害者 然后呢 因为同样的一个情形里面 受到损害 那么我们就会选一个诉讼代表 来发起集体诉讼 那诉讼呢 最后的结果呢 不外乎要么是和解 或者说诉讼成功 打赢官司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 整个的这个class 我们叫做所有的受害者 都会得到一部分的赔偿 OK 所以在目前为止 集体诉讼 您已经把这个状纸送到了法院里面去了吗 是的 所以您已经有一个代表 把这个集体诉讼的代表 以及状纸送到了法院里面去了 那在这里 您有什么要求 是要对广大的投资客 还有就是对马云说清楚的呢 这里面有几点 那第一呢 就是说 由于集体 由于这个股市蒸发 造成很多股民呢 损失他的血汗钱 然后呢 对于马云呢 我有几点想法 那第一点呢 就是说 在7月份和工商总局的行政会议 那件事情 为什么没有放在招股的招股书里面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后来跟工商局颁布白皮书 白皮书又神奇的被撤下 链接没有办法打开 这个戏剧性变化 之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然后第三点 在2011年的时候呢 淘宝网就是因为 有很多假冒产品 上了美国政府的打假网站 那么三年之后 那么现在呢 工商总局又抽样测验 发现它的正评率不到四成 那么这三年里 你做了什么 既然马云先生一再表示 阿里巴巴的做法是完全透明 并且呢 马云先生也数次提到 社会责任感 那么我们就请马云先生 来尽他的社会责任感 来完全透明 来在30天之内 回答我的三个问题 今天非常谢谢 刘龙珠 刘律师 来了我们的天下新闻 当然也要谢谢他 为所有的华人社区 对于阿里巴巴事件 还有马云先生 对所有的华人做交代的 这个功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